这个刘邦有个孙子叫刘安 这个刘安 被封称了淮南王 到淮南去当王爷去 书中交代就这个刘安 对政治不感兴趣 对什么感兴趣 修宪练丹 练什么丹 长生不老丹 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得道成仙 我成了神仙 那个多好 神仙永远不老 永远不死 当皇上多操心 国家大事得亲力亲为 多累的话 我就想成神仙 好吗 他想得道成仙 于是他有变方能人 只要是有名的 身怀决意的 他就去拜师 拜师学义 但是 这个得道成仙 谈何容易 多少年下来了 他的愿望也没实现 单表这一天 门一来报 抱抱抱抱抱抱 刘安说你磕巴什么 慢慢说 他他他他他他他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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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刘安一听 心说的不可能啊 老头怎么会变成小孩呢 我看看去 结果到了大名口里 一看 可不是吗 八个小孩 奔奔之帮 刘安一看 这是神仙 慌忙撩一跪刀 师父在上 徒二 有礼公侯 邦邦邦 可想通 八个小孩一看乐的 嘿嘿嘿嘿嘿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哎呀 我为这么小的年龄 你那么大了 还够够备我们为师 这不都开玩笑吗 哎哎师父 恕我眼卓有眼 不是泰山多有得罪 师父 还望多夺见谅 才是收下弟子 再看那八个小孩 哪都挂得一步 好嘛 又变回了原形 又成了八个老头了 好吧 徒二 明礼 平身 谢师父 刘安抬头 一看好嘛 又成八个老头了 信说这才是世外的高人 师父 哎 你们都有什么绝活了 哈哈哈哈 我们都要什么绝活了 嗯 我们各把个美人都有绝活 哎 简单说来 那就是胡方唤语 撒豆成兵 典师 澄清 半山 一海 摘星唤月 师父 别说了 哎呀 这些我告诉你 别说是会 我都头一次听说 我师父 什么叫这个撒豆成兵什么 还摘星唤月 哈哈哈哈 突然 没见过 师父没见过 好 让你开一开眼 其中有个老头说了话 你看 那什么 那不太阳吗 换 你说换不要紧 再看那个太阳刷 没了 换 好 天上出现了一论 原有 撒了满地的银灰 如梦如幻 仙境一般 这里又安一看 心说罢了 这才就真正的神仙 人家是得到成仙的 突然 还想看 师父 你要方便的话 再看看也行 好 换你回去 一说换回去 不要紧 那个月亮没了 紧接着太阳出现了 这叫摘星换月 师父 行了 今天我算是开了眼 别别 咱就别展示了 师父 门口非是讲话之所 请进 就把这八个老头 让进了王府 来到代客厅里 酒宴拜下 什么酒宴 拜师宴 那得拜师 这样的能人不拜 那拜什么 于是就拜八宫为师 拜了师父了 这八个老头 就要教传他绝语 并且教他练丹 这丹要练出来 但是不行吃 什么时候吃呢 得到有一定机会 丹表机会来了 这个汉武帝 要抓刘安 说他要造反 这个刘安就找师父来了 师父大火临头 老头一听乐了 大喜临门 徒儿该吃鲜丹了 这个刘安抓出鲜丹了 往嘴里这么一放 不灯眼的可了不得了 就觉得身体变成了风筝 上天了 心里话不行 我兜里还有鲜丹 抓出来刷 往下一撒 院子里边有鸡鸭狗 还有驴 都抢着吃了鲜丹 吃了鲜丹以后 哭哭哭哭哭 好吗 鸡犬也上了天了 这才留下这条成语 叫鸡犬升天 这条成语 出自论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喻一个人得失 和他有关系的人 也都跟着沾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对门有一位张大哥 四十多岁才娶上老婆 小媳妇长得还真不错呀 别看手奔他嘴能说呀 别看手奔他嘴能说呀 在前几年 张大哥一个人把日子过呀 起过来大嫂可乐坏了大哥 大哥说我的衣服全都破 你坐盖小罐得几天得 你坐监小罐得几天得 那大嫂温婷哥哥的乐 那大嫂温婷哥哥的乐 说这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那只见他拿过来剪子就叉叉的剪呢 那张大哥他没法劲的把茶喝呀 这小罐当天就给他做好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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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央视心影可没法说 张大哥他有气还有乐 你可真是我的好老婆 这个小褂有两个领子三支袖 还有一个领子大蜡烛 这前篇短都不能把肚子盖 这后篇长想屁股帘子把腿折 人家的口袋都缝在前面 你缝在了后背装什么 大嫂说 教圣当家你别发火啊 穿这的小褂好处最多 你别看这褂袖多一个 天冷你拿它当微波 赋予一个领子当耳朵帽 你不带就往后边搁 这前篇短你走几路来不当腿 这后篇长你坐在哪垫 这不把你的屁股搁 这下雨天你后面的口袋能差雨散啊 两手还能 洗字行轩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新鲜 为什么要给嘴开光 你说 那是为了说话应验 说话算数 是吗 在座的楼上楼下亲爱的好朋友 如果相信傅强这张开光的嘴的话 现在给李金斗热烈鼓掌明年发财五百万 哇 五百万 掌声 掌声热烈一点八百万 哎呀 连鼓掌呆叫好一千万 好 讲究啊 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李老师 你说说 这里头也有财迷 开玩笑 开玩笑 这是一种情意呀 主要是让大家欢乐 哎 老话说得好嘛 天下无君子不养一人 那没错 在座的都是我们演员的衣食父母 所以要跟大家好好地聊天 好好地说话 再者说 向上演员 树叶有专攻 咱们研究的是什么 语言艺术 就得研究怎么能够好好说话 好好聊天 让大家笑 哎 傅强在这儿呢 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我研究了这么多年 有一个小小的体会 什么呢 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你说一说啊 就是您生活当中啊 无论您是做哪个行业的 无论您讲什么样的语言 有意或者无意 您说错了这个话 是最好玩的 还有这个呢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成果 你能举个例子吗 能举例子呀 当然了 李老师 咱们举例之前呢 我得跟楼上楼下的好朋友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不知道 您在座的好朋友 您是做哪个工作的 各行各业都有 对 万一我们说到您那个行业 您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是不是 没有 当然您肯定不会的 比方说我们说一个老师 这个行业 或者是这个行业 我说即便是老师 说的也不是在座的老师 是哪的老师呢 门头沟那边的 门头沟那边没有学校 不 它不是那个远点吗 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只探讨这种现象 您看傅强跟您分享的对不对 你说 无论您是哪行业 说错话都特别好玩 是吗 举个例子 刚才我们说到老师了 老师 就说老师这个行业 我说的不是现在的老师 是我小时候的老师 那太老师了 我今天都五十多岁了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老师 还多一半是兼职的 兼职老师 他不是全职的 这我都随时听说 对 所以有的那个兼职老师 给你上课 讲起课来 问题问题来 多多少少就会有一点瑕疵 业余老师 业余老师 举个例子吧 其实老师当年 给我们讲课问一个问题 非常简单 什么问题呢 当年他想问我们 约旦的国王是谁 这个大家都有常识 当然了 侯赛因 就是他呀 正常的应该这样啊 老师一问同学们 你们知道 约旦的国王是谁吗 我们说侯赛因 正常了 正常 老师一着急 在家又兼职的 一走神说错了 他怎么说的呢 同学们 你们知道 约旦的猴王是谁吗 妈呀 出来猴王了 我们同学说 老师怎么问 这么奇葩的问题啊 约旦的猴王是谁 我们全班基本没有知道的 那没人说 就有一个同学站起来 战战兢兢的回答 老师 约旦的猴王是谁 我真不知道 我知道中国的猴王是孙悟空 所以这个行业我们要认为 他说话要讲究要仔细 那当然了 对不对 不能误人子弟 对 李老师 这是过去的老师 现在的老师 那绝对够得上 人类灵魂工程师 当然了 百分之百的没问题 是 当然了 话要说回来了 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 总有那么有一点点瑕疵的 这话都让你一人说 不是 李老师 我是有这个真实案例的 有 我儿子 今年上小学一年级 各位我给您汇报一下 他那个班主任 我认为 做事就有一点瑕疵 是吗 你想啊 全班四十个同学 甭管什么样的问题 留什么样的作业 这个班主任总第一个问我儿子 咱们都是家长 您说我心里能没有想法吗 是不是 疼爱 什么疼爱 我找那老师去了 我说老师 你这样不行啊 你为什么全班四十个同学 你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作业 你总让我儿子回答呀 这老师说什么 这老师解释完了 我差点气吐了血 他怎么说的 傅强同志是这样的 我给您解释一下 为什么全班四十多个同学 第一个问题总问您的儿子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你儿子明白了 就没有不明白的了 耶 您别在这说了都寒碜 我说老师你会聊天吗 你那意思我儿子笨是吗 对呀 你要这样的话 我今天要旁听你上课 咱们做家长的有这权利吧 我给您汇报一下 我旁听他半节课 就听出问题来了 哪会有问题呀 他就是为难我儿子 怎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你说 你说小学一年级 咱说好刚一年级 这也有孩子在这儿 一年级刚上学 你作为老师 你考他一到十的加减法不就完了吗 他用情景教育法为难我儿子 怎么个情景呢 我给您学一下 又第一个把儿子叫起来 傅小强站起来 傅小强是他的儿子 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 你兜里有十块糖 老师拿走一块 还有几块啊 这是正常加减法吧 但是各位 我给您汇报一下 我儿子呢 随我 比较会过 抠门啊 所以他 虽然你是假设 那孩子小 他不能理解啊 是啊 所以我儿子回答 老师第一句话 老师就不爱听 他怎么说的 哎呀 我一共兜里就十块糖 老师还拿走一块 老西 你怎么那么馋呢 老师说我这不是馋 我是让你算数的 十块糖 老师拿走一块 快算 还有几块 几块 我儿子不高兴也得算啊 九块 九块 老师增加难度啊 那我要是再拿走一块呢 我儿子汗都下来了 还拿呀 八块 八块 老师说我要再拿走一块呢 拿一试试 这孩子可差点 不是这咱得客观原因 客观分析 这个孩子他小啊 作为老师这个行业 我认为说话 一定要讲究准确 大部分的老师都讲 对不对 还有一个行业 我认为说话也得注意 你说 就是服务行业 具体的说吧 公交车售票员 我说的在座的也不是在座的公交车售票员 对对对 我说的是哪一边 您知道吗 门的工 聪明李老师啊 咱们举个例子啊 就咱们北京公交车售票员 各位 富强不是夸张的说 你要没有大学文化以上程度 你都不知道他报那战名到哪战了 信不 不信 你举个例子 您听听啊 咱们北京公交车售票员 是不是就这一位各位 这哪啊这是 收票员吧 我们没别的意思 听着容易爆炸 这像蛤蟆那战 这什么味道 听不出来 非常简单的一个字 哪啊 王府警到了 王府警到了 咱们得解释一下 这个行业首先我们要尊重 对 起早贪黑不容易 再一个咱们北京人说话随意 各位您发现了吗 北京人说话特别随意 就是流畅 咱们就拿数数来说 全国各地怎么数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对 标准吧 北京人呢 一甩塞棒子就数完了 要他什么就是 要他什么就是 对吧 所以北京人说话随意 太随意 所以非常简单的王府警到了 然后那大姐说 你知道了 跟可毛豆似的 你说这个是个别现象 个别现象 不夸张地说 各位 咱们都坐公交车 你有体会吗 就是那爆站爆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是外地来的朋友 第一次到北京 也容易蒙圈 你再举个例子 爆站爆得清楚的 让您学一下 唱开同志们就意了 清楚吧 清楚 南池的北口东边到了 这哪站 北京没这地名 对啊 所以东西南北 他都给你报错了 这个行业说话 也得准确自信 还有吗 还有啊 说说 北京低歌 低歌 出租私期 咱们北京出租私期 鼓道热肠 爱跟你聊天 当然了 他热情啊 是啊 但是聊多了 也容易闹笑话 你再举个例子 我本人的亲身经历 现在大家都不是招手上车了 网约车呀 网约 李老师也在网上打车 那天我打车 清明时节 到这个八百山去扫墓 扫墓 这很正常的一点 很正常 司机小伙子长得也漂亮 专车呀 是 西装格里戴白手套 还给您开门 来先生 您请上车 都有礼貌 您请坐 车里干干净净的 还有水 对 往那一坐 他一看我认出来了 呦 你是那说相的副墙吧 电视里见过 对 我说您好大哥 我告诉你啊 我就爱拉你们说相了呢 是 你们爱聊天 说话优末嘛 对 对 你刚才说 你要去哪来的 八宝石 你还回来吗 这个差点 我说大哥 我要烧啊 对 我是去扫墓的 再者说 你看我这个精神状态 我这个气色 下次你拉我师傅 李金岛说 你问问他吧 他实际是想问你单程还是枉法 对 所以就这么一简单的语言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没错 还有比这可乐的 还有 我们家自己的真事 是啊 我老了今年九十高龄 高瘦 各位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没错 我们每个人都要孝敬老人 是 那天我老了也不怎么灵光一现 从他那箱子底翻出一张 七十多年的银行死期存单 李老师多少利息钱 你爷爷给留下的 我老了自己主着拐棍上银行取钱去 交给别人不放心 不亏心的说 银行是VIP的服务 那当然了 你看这么大岁一老人 六个服务员把我老了围成一圈 多热情 哎 我老了拿出这张死期存单 说了一句话 吓啪就五个 你说 姑娘们 快看看吧 我死期到了 你死期到了 银行经理都出来了 当然了 阿姨 现在碰瓷都碰到银行来了 这有点意思 我跟您说 您别逗了 我给您解释一下 是 您这叫死期存单 没错 再者说了 您看您这取款日期 怎么样 一九九七年 呦阿姨 你死期都过了 这也不会说话 所以生活当中 很多语言非常有意思 最不能说错话的 我们这个行业 演员 尤其是节目主持人 就是戴志诚 我可不是说戴老师 您看戴老师 还有我们那美女主持 长得也漂亮 说得也好 关键是每一句 都非常准确到位 那是到位 前两天我跟李老师 我们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有一位漂亮的主持人 长得绝对比戴志诚老师好看 但是他业务不上心 上台连主持词都说错了 也是门头狗的 别俩提着门头狗的 我给您学一下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文艺晚饭 文艺晚会 对 文艺晚会 是 头一个节目就是民族歌舞 什么呀 掀起你的头盖骨 妈呀 肾得很 舞台总监在那儿了 妹妹 什么节目 掀起你的头盖骨 我明白了 怎么样 这节目你亲自演呐 他也演不了啊 像话吗你 就是 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没错 我告诉你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你要再给我报错了 今天你给我写检查 应该 歌曲非常简单 什么呀 杨鞭策马运良芒 老哥 大家都熟悉啊 他一听说写检查又报错了 他怎么说的呢 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 杨鞭策马运流氓 流氓 这舞台总监彻底疯了 那还不疯 我告诉你 结束语是最重要的 对 你把结束语跟我说好喽 说 其实非常简单 亲爱的朋友们 晚会到此结束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这是结束语 好啊 他一着急 彻底全报错了 他怎么说呢 朋友们 我们的晚会到此结束了 咱们一起呀 同归于尽吧 能听说我 请不吝点赞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